陆航和关小彤的恋情一直备受关注 近日,有中介爆料 两人在一个顶级小区内购买了一套豪华大房子 周围的邻居都是富豪名流 而且这个小区里还住着关小彤的父母 让人猜测这套房子是不是两人的婚房 买得靠近女方家里,方便两家来往 这一消息一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吃到陈年旧瓜 认为关小彤只是陆寒初恋的替代品 两人不会长久,也有人认为 关小彤最近又陷入了口碑危机 这次结婚通稿是他团队散发的 用来转移注意力 其实,陆寒和关小彤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 这些年来,两人不仅有很多共同的好友 还经常一起出国旅游 这在娱乐圈里已经很难得了 共同的好友意味着两人愿意共享自己的人脉 在某种程度上,既代表了两人关系亲密 又代表了两人是利益共同体 不过,女方目前还想拼一把事业 争取更多的优质资源 所以短期内不会和男方领证结婚 陆寒和关小彤的恋情也是娱乐圈的一段传奇 两人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也是一对颜值报表的组合 不过他们在荧幕下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选择 不应该被粉丝的幻想所束缚 他们是否买了婚房 是否要结婚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事 外界不应该过多干涉和评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